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第幾台 應該算起來是第四台車 我一個人使用大概是第四台 上下班帶駁而已 我覺得他們的車它選得還不錯 而且保養的還不錯 所以又因為鄰居跟老闆又熟 然後聽說他賣的車 基本上品質上的還不錯 是因為這個緣故才來看 前前後看了很多字也做了比較 因為這一家的旁邊 就有很多汽車代理商 所以其實也都這樣走過 那在底價之後 我覺得應該是 我只是做一個上下班的代步車 所以我覺得這部車應該是可以買 那我的前一部車的話就是馬三 其實我對那個馬自達 因為日系車子的話 基本上它操控性比較好 而且女孩子來講 以我這個個子來講 我覺得它操控性會比較適合我 所以品牌效應也是一個其中考慮的因素 然後我購車的話 最主要是安全性能為主要的考量 它唯一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它CC數是2000 是優點 稅金就比較好 大家講的就稅金 不過後來在這次買車的時候 那個老闆給我一個概念 我覺得不錯 他說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1000CC 然後就加一些什麼TOPO或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它車殼很重 你認為說這樣車殼重的時候 你那個CC數少的話 你覺得這樣是比較省油嗎 其實這樣BRA不是最好的 我就聽聽蠻有道理的 因為這個車身不大 它雖然是2000CC 但是它跑起來很快 有有有 你剛剛講那個 對 都有看過 它以時車看到的 跟網路上有落差嗎 沒有呢 我只有在網路上看 沒有實際去看過 沒有 因為網路上看 都要它會誇視他們車子怎樣怎樣 那我覺得這車子的話 基本上是要對 要現場看 我覺得看它的需求 有些人就覺得說 我開了一兩年我就要丟了 或是說 我這部車拿去工廠或什麼 我就只是個代步而已 所以它在經濟或是說 那個預算上的考量 它可能會買的車子不會那麼挑 但如果像我自己來講到 我在買車 不管是新車或是舊的車或是二手車 我會以安全為第一個首相 不管它省不省油 如果那個車子一旦出車 它沒辦法保護到你 在什麼省油都沒有用 在什麼省稅間都沒有用 那如果安全來講 那當然是歐規車會最好 那在歐規車跟日系車裡面去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超過幸好的話 然後它又比較輕 又體積比較小的話 就停車很方便的話 我會想要選日系車的時候 我就會選它的質感跟它的評價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話 我才選到了這個CX3